因为人为活动干扰加上气候与环境变迁 许多物种正逐渐消失甚至灭绝 这是全球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近年来各国纷纷展开保存物种的计划 而保种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 台湾也没有缺席 您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热带及亚热带植物保种中心 就在南台湾的屏东吗 德里特派园特别前往屏东的保种中心 跟着植物猎人红信介记录他在野外采集的工作实况 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群肩负地球永续重任的保种斗士 穿着雨鞋徒手攀登陡峭壁石壁 这是植物猎人野外采集的现场 有胆式又有天赋的红信介 在倾斜山坡的石缝系中 找到了列入红皮书的净为物种 绿花鞍兰 我刚才因为上面还蛮大虫的 然后我就把它分出 分这样子一小颗起来 就可以了 全球暖化人为开发 为自然环境带来巨大冲击 科学家估计在本世季末 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植物物种会消失 我悲观 但是并不认为束手无策该是个选项 所以努力地留下重建自然的素材 是急迫的 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看清情势 勇敢面对 富裕培养数万种宾为植物 近年也扩及动物 这块土地是很多的生物一起共有 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其实曾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植物跟生物 这是位于南台湾的保种中心 替逐渐消失眼外灭绝的物种 建立庇护所 打造开往未来的方舟 台湾兰花文明国际 但野生兰原生种 在野外就非常少见 甚至冰围 这时就需要人工授粉 协助繁殖 完成兰花人工授粉后 挂上小牌子 留下物种保育的重要资讯 然后借由这样子的 组医的这样子很主听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累积这些基础资料 比如说记录一个孩子从小来大的过程 你就可以抓出他的繁殖的一些秘密 焦虑的兰花幼苗 在无菌培养的环境中成长 出瓶后仔细冲掉培养剂的介质 从发芽到长成这样的小苗 已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再将小苗包上水苔移到小盆 就跟我们人类一样 有的大有的小 那它代表的其实是不同的基因的多样性 然后到最后去 大的小的都会回去 积极繁殖 宜地保育 地球物种正大量消失 灾难是地球的宿命 灾难是任何时刻都在发生 不过要认清很 明白的是 现在的改变速度是地球史上很少见的快速 那这一切又是人自己造成的 15年前 这座位于屏东的保育中心 在大武山山脚下成立 17座巨大的温网室 已经搜集超过三万四千种植物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植物圣殿 这里有温度 湿度 遮阴 然后水帘等等之类的 这些感测器跟开关 为不同植物的需求打造住所 从国外带回来的植物 需要另辟空间 隔离管制 另外还有冷房设施 许多植物的构造 效用 仍有很多未知与待解之谜 植物本是食物空气的来源 一种植物消失 代表数以百计的其他物种 也可能跟着消失 在2018年的时候 全球气候变迁小组 已经明白地告诉大家 我们只剩12年 但是12年已经过去了4年了 国际公约似乎都化为泡影 绝大多数的承诺都变成了口号 能做的应该就是 准备在灾后重建自然 要演练如何在绝后的时候 还有重建自然的素材 以及知道它的步骤该是如何 保种是永续地球生物的手段 但为什么要以异地活体的方式保存呢 那有的种子呢 它必须要休眠 等到隔年的经过冬天之后 到春天才会再长起来 热带植物种子一下来就必须要跟人家竞争 所以这样子种子的寿命是短的 所以很多有一些热带植物 就必须要用这样子挤波挤重 然后以活体的方式来处理 赶在灭绝之前及时抢救留存 目前保种中心收藏的蓝科 凤梨科 秋海棠科 蕨类及苔藓植物 都是世界排名第一 各类收藏都附有标签条码 可供学术研究查询相关资料 光靠植物是救不了世界的 无数的这一类的方舟计划 该同步启动 我期盼这一类的行动 可以在很多角落 很多国家里头来同步启动 阳光从树梢间洒落 缓缓移动的是可爱小乌龟 动辄百岁的龟为何需要保育呢 乌龟是野生动物 然后再来它比起一些 可能我们常听到的石虎 或是可能国外就是熊猫比较有名的 就是来说穿山脚的钱 它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知名度 台湾的野生动物的问题 永远都是免不了的起地破坏 因为我们第一 我们台湾第一次来自太小了 根据国际保育组织估计 全球活着的乌龟仅剩330种 因为被当成商品炒作或药用 超过一半处于灭绝危机 乌龟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早 看着恐龙在地球灭绝 如今则面对自己的存亡关卡 照顾它们说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除了每一只的个性不一样以外 就是也是要大概知道 它们的习性或是习惯 有一只脾气实在是太坏了 我就只要给它独居一间 有的脾气好的话 我可能会分给它室友 或是我可能配一个女朋友给它 这样就让它可以跟女生相处 28岁的林燕如照顾300多只乌龟 已经6年 在大多数没有与人互动的时刻里 她认真富裕动物伙伴 也能自得其乐 喂这个就像开演唱会一样 就是那种 就是那边的朋友 然后就这样丢过去 平常是喂水果 但是也会要搭配一些像面包虫 就是加减的喂 保种中心目前以兵围的 财官龟与食蛇龟为主 占了半数以上 林燕如忙着照顾各种动植物收藏 将经验建立资料库的同时 植物猎人红杏介也紧锣密鼓 进行野地采集植物的工作 涂上白色油漆的农用扫刀 是植物猎人出门必备的工具 再加上几样简单的装备 例如鞋底有钉子的雨鞋 最大号的夹子带与夹链带 腰间的皮带在爬树时也能帮忙 和同事会合装备上车 今天要前往老龙西旁的历史山区 采集植物 历史山区 这看着造型的时候 都是卵石 就像头这样落 头大起来看到 你站这一分一秒 你身状都挑比人快 走入人烟稀少的山区 伴随着鸟鸟鸣声传来的 是鸿杏介丰富的植物之事 厉害 厚壳鸟建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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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鸟鸟建藤 酸藤 这个拿来補 酸藤 对啊 家族头科的 内冬籽 这个 内冬籽 对 很像的 藤科的都有一个味 人称阿盖老师 与山里的植物相会 就像见到老朋友般的首席 他的名字好像是叫 李隆山鸭子茶 但是这个是 这厉害啦 因为他这分布很厉害 这很少的啦 这就厉害了 这有等级的 在深山幽谷的山腰谷壁 植物猎人轻易认出稀有且 冰围的台湾特有种 这也厉害 这厉害的 这厉害的 天带四十五草 春新花科的 为了采集 就算是趋近直立的墙面 也得想办法爬上去 在这儿 烦路里的肯定了 这边的小孩 这边的盖子 我都不太想办法 这边的盖子 那边的盖子 也得硬 这边的盖子 在那边的盖子 这边的盖子 因为这边盖子 这边的盖子 因为这边盖子 但是这边盖子 没有盖子 就变了盖子 赶在灭绝之前找到它们保存下来 我采这个是兰花 叫做绿花安兰 它也好像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紫球杜鹃兰 还有它旁边还夹带一棵小小棵的 小棵的这个叫做甲川牛漆 在充满未知的荒野中 必须五感雷达全开 高速扫描周遭的植物 有时候灭都生得很硬 摆了之后近距离建定之后 它是什么东西 把代查植物带回研究 植物猎人红杏介登上小学生的教科书 因为他虽然不是植物学家 不过他发现的物种 已经成为许多研究或保育的关键 看数量 如果数量很少的话 我会把名字直接写上去 它就比较方便 要保育的植物先写好名牌 再交由负责的同事处理 十八螺和三的 这是哪一种 田代四十五的草 田代四好漂亮 有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 就是它可能会一开始 你们把它种起来之后它可能会长得蛮不错的 但是大概过了一阵子之后 它会觉得说这个还不是它的原生地的环境 所以后来他们在采的时候 他们会把原生地的土壤也把它采一些回去 每一个步骤都有专业的细节采集者 要详实辨识植物身份 比对图鉴一一确认 铃片同色的 又同形的 绝对这没有一个铃片 看它这个 效应 比对后将采集回来的植物详细登记在采集部 要做成标本的用报纸夹注 摆好压紧再慢慢烘干 重复着这些重要但琐碎的工作 日复一日与时间赛跑 用眼过度的它已经严重老花 但它还有个爱画画的艺术家身份 这些是首度公开的手稿作品 除了植物野化人物 它以彩色原子笔呈现出细腻笔触 像我自学的人 我想用什么笔 我就用什么笔 反正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武师自通的红杏剑 化作呈现植物纹理的光彩雅致 更让这些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植物 登上国际舞台 热爱植物充满毅力的红杏剑 就在这小小的空间创作 生活 起居环境非常简单 更利用时间锻炼体力 练核心 作为一个植物猎人 随时要保持有体力 要背球 要什么 这里离健身房太远了 这厕所知道 看着 这样 这样 撑住 再往后回 对呀 食客的锻炼就是希望尽可能 延长自己能在山林内 穿梭采集保种的时间 这些保种斗士们 为地球母亲尽心尽力 也希望他们心中的这份热情 能点燃更多人心中的火种 为地球永续努力 15年来 由民间企业和学术界 共同努力的 孤炎卓云植物保种中心 已经成功培育 340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 也成为全球植物学家 朝圣的绿色圣地 保种中心是异地保种 但这些物种 最终都还是要送回原生地 重建自然 该如何进行呢 下个阶段的节目 我们会继续深入探索